天冷,孩子上学,早餐既要快,又要有营养 那就试试这个5分钟搞定的西红柿鸡蛋面吧 简单美味,好吃又营养,孩子吃了一碗又一碗 小碗里面准备两个母鸡蛋,打散备用 锅中油热,倒入鸡蛋液 炒熟之后,盛出备用 再倒入葱萨爆香 切好的番茄冰 加入一勺盐,可以快速炒出鸡腿 鸡腿炒出之后,随时往里面倒入一碗开水 加入一勺,送入鲜条味,生抽 蚝油,加入一把山药面条 我家常备这个贴柜山药面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只有贴柜山药,饮用水和小麦粉 一盒里面有四种口味 分别是胡萝卜面,菠菜面,杂粮面和原味的 加入午餐肉,炒好的鸡蛋碎 一把小青菜 给它固度个一分钟,我们的面条就煮好了 淋入适量的小末香油 这样做的西红柿山药鸡蛋面 汤鲜味美,面条爽滑,筋道Q弹 营养又丰富 孩子们吃了一碗又一碗 喜欢就点赞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